大家好 今天咱们谈一下航天飞机 中国能造出空间站 为什么不造那个航天飞机呢 其实啊 美国的前车之鉴不容忽视 如今各个国家都在大力发展自己的航天航空事业 虽然我们处在和平国家 但是世界上很多地方发生战争 而且如今的战争和以往的战争已经完全大不同了 如今拼的是高歌器武器 谁掌握了航天航空技术就能够略上一筹 近几年来 我们在载人航天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尤其是嫦娥五号的当月 以及天问一号火星探测机的成功 很多人都在质疑 这样一件事 中国能够在外太空当中建立长期的空间站 为什么不建造航天飞机呢 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末 中国航天界的专家就对造航天飞机 还是造飞船 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最终载人飞船得到了一致好评 美国和苏联都曾经投入大量的资金 在航天飞机上面 尤其是阿波罗计划登月起 美国人就一直想设计一种天地往返的系统 因为当时阿拉伯登月的 美国所耗费的燃料太高了 一枚土星五号火箭的单价是1.8亿美元 相当于现在的12亿美元 就只飞了一次太空 刚开始之所以想要设计航天飞机 就是想重复利用 轨道器和助推器可以完全回收 真正丢弃的只有航天飞机发射时 那个巨大的燃料箱 这样算起来的确成本要降低很多了 但是航天飞机第一次发射 就把大家惊艳到了 这一次发射可与以往完全不同 航天飞机的货舱直径4.6米 长度18米 比我国天河号核心舱的直径还要大 1981年4月12日 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发射成功 在5月2天后 4月14日成功返回 后来又成功实施了三次飞行 但是在1986年发射的挑战号 在发射时发生爆炸 这个事故造成了七名航天精英全部遇难 在2003年执行第五次飞行时 不幸解体坠毁 再次造成了七名航天精英的损失 所以从航天飞机服役之后 问题逐渐显露出来 在航天飞机任务当中 有14名宇航员遇含 这宇航室上18名宇航员的77.8% 这个安全性问题的确有点高了 对于我国来说 航天飞机的研制技术风险要大一些 而且周期长 这样就需要航天技术的力量 也需要航天技术的支持 而在我国先进的飞机制造领域 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相对于成本来说 美国共制造了五架航天飞机 每次发射都需要四亿的发射成本 远远超出预算 就算美国也感到不堪重负 最要命的是航天飞机 整机超过200多万个零件 每个都要检修一遍发射一次 相当于重新组装一架 这工作量也非常令人抓狂的 所以中国的航天计划 目的非常明确 走的就是最低成本的路线 未来载人当月和载人火星 也从这两个方面延伸出去 其实美国的种种失败 实验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有了美国的前车之鉴 我们就少找些弯路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